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某工之規定 員工可在一星期 一星期裡面 七天好 當中選擇兩天休假 這是一例一休 兩天休假 這是一例一休 兩天休假 那假以兩人隨機選擇休假日 且兩人的選擇互不相關 就他選他的 他選他的 是問一星期當中 發生兩人在同一天休假的機率 我們假設在同一天休假的事件叫A 沒有在同一天休假的事件就是A罷 我們現在來算什麼 算沒有在同一天休假的機率是多少 等一下在1減 沒有在同一天休假的機率 那就是說至少有一天是同一天休假的機率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 我們看了這個N 這個S 就隨便 隨便選 他的狀況數有幾種 就假的話 他是七天裡面選兩天 七天裡面選兩天 然後呢 乙的話也是七天裡面選兩天 這個呢 是樣本空間數 就所有的情況數 比如說他選一二 他選二三 這是一種情況 他選一三 他選二四 四 諸如此類的 總狀況數這麼多 然後的話呢 這兩個選擇的那個天啊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話我們叫做A罷 都不一樣 沒有在同一天 沒有在同一天的話就是說 我假先選了 那這七天裡面選兩天嘛 選Y後的話 1不能選夾 選擇這兩天 比如說 夾他選擇一二了 那1的話就不能選擇一二 1的話就必須選擇其他天 就必須從3 4 5 6 這五天裡面 隨便選兩天 所以乘以多少呢 C 乎 取 2 好 那這個是A罷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是等到 這個是等於那個 C7 取 2 乘以 C7 取 2 乘以 C5 取 2 那就可以約掉 好 那我就把它帶一帶 這個吧 這個5 取 2 是 5 乘 4 2 乘 1 2 乘 4 這個7 取 2 是 7 乘 6 2 乘 1 這是 2 3 得 6 所以這樣等到 這樣是等於21嘛 3 7 21 乘 5 2 得 10 好 那這個PA PA的話 就是說至少有一天呢 因為它是同一天的 可能是賈格尼 可能有一天是同一天休假 也有可能 就是這兩天都同一天休假 這個都是在這個機率裡面 這是 1 減多少 PA bar 所以 1 減多少 21 減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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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答案是21 減少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五 第五個選項 因為還要選五 八 減少 21 2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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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